哈利、波特与密室 第十一章 决斗俱乐部 周日早上,哈利醒来,发现宿舍里一片熊熊燃烧 冬日的阳光照耀着他的手臂,但他的手臂却又变得僵硬了 他坐了起来 连忙看向柯林的床,却被遮挡住了视线 哈利昨天换衣服的时候,就在高高的窗帘后面 看到他 醒来后,庞夫雷夫人端着早餐托盘匆匆走过来 然后开始弯曲和伸展他的手臂和手指 一切顺利,他说 而他则笨拙地用左手给自己喂粥 吃完饭就可以走了 哈利尽快穿好衣服,匆匆前往格兰芬多 塔罗迫切地想告诉罗恩和赫敏关于柯林和多比的事情 但是 他们不在呢 哈利离开去寻找他们 想知道他们在哪里 可能会因为他们不感兴趣而感到轻微伤害 不管他的骨头是否回来了 当哈利经过图书馆时 破析 维斯莱走出图书馆 朝里看去 精神状态比上次见面时好多了 哦 你好 哈利 他说 昨天的飞行非常出色 真的非常出色 格兰芬多刚刚在学院杯中取得领先 你赚了50 积分 你没见过罗恩或赫敏 是吗 哈利说 不 我没有 破析说 他的笑容消失了 我希望罗恩不在 另一个女生厕所 哈利强忍着笑 看着破析走出视线 然后走过去 直奔哭泣的淘金娘的浴室 他不明白为什么罗恩和 赫敏会再次出现在那里 但在确保费尔奇和他都没有 周围也没有长官 他打开门 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来自一个上锁的摊位 是我 他说 关上了身后的门 一声闷响 一声 见起水花 隔间里传来一声喘息 他看到赫敏的眼睛在凝视着 通过钥匙孔 哈利 他说 你把我们吓坏了 进来吧 你怎么样了 手臂 好吧 哈利说着 挤进了隔间 以前有一个救过 坐在马桶上 马桶边缘下传来的琵琶声 告诉哈利 他们 在他下面点燃了一堆火 召唤便携式 防水的火是一个 赫敏的专长 我们本来是来见你的 但我们决定开始 富方汤记 罗恩解释道 哈利艰难地锁上了隔间 再次 我们认为这是隐藏他的最安全的地方 哈利开始向他们讲述柯林的事 但赫敏打断了他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听到麦格教授告诉教授 今天早上福利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最好开始 我们越早得到马尔弗的坦白越好 罗恩咆哮道 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事后 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奎蒂奇比赛中 他对柯林发脾气 还有别的是 哈利看着赫敏 泪流满面地说 一捆结草 扔进药剂里 多比来到 半夜来找我 罗恩和赫敏抬起头 惊讶不已 哈利告诉了他们一切 多比已经告诉过他 或者没有告诉过他 赫敏和罗恩听着 张开嘴 密室以前被打开过 赫敏说 这就解决了 罗恩用胜利的声音说道 卢修斯 马尔弗 当他在这里上学时 一定打开了密室 现在他 告诉亲爱的老德拉科 该怎么做 很明显 希望多比告诉你什么 不过 里面有某种怪物 我想知道 怎么没人 注意到他在学校周围 鬼鬼祟祟 也许他可以让自己隐形 赫敏一边说 一边戳戳水质 倒锅底 或者也许他可以伪装自己 假装 成为一套盔甲什么的 我读过有关变色龙石诗鬼的文章 你读得太多了 赫敏 罗恩一边说 一边把思草灵倒在上面 水质的顶部 他把空草灵带揉皱起来 看着 哈利 所以多比阻止我们上火车并打破了你的 手臂 他摇摇头 你知道吗 哈利 如果他不停止 如果他想救你的命 他就会杀了你 柯林 克里维 遭到袭击的消息 现在是谎言 尽管死在医院的病房 已经蔓延到整个学校 星期一早上 空气中突然充满了谣言和怀疑 现在 一年级新生们正紧密地在城堡里走来走去 尽管害怕如果他们独自冒险会受到攻击 金妮 与此同时 对老师们来说 护身符交易的猖獗 护身符和其他防护装置席卷了学校 内维尔 龙巴顿买了一个又大又臭的大葱 尖尖的紫色 水晶和一条腐烂的熔圆尾巴 其他格兰芬多男孩指出 表明他没有危险 他是纯血统 因此不太可能 被攻击 他们先去找费尔齐 内维尔说道 他的圆脸充满了恐惧 和 每个人都知道 我几乎是一个哑炮 12月的第二周 麦格教授出现了 通常 收集那些将留在学校的人的姓名 圣诞节 哈利 罗恩和赫敏 在他的名单上签名 他们听说过 马尔福留下来 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可疑 假期 将是使用复方汤剂 并尝试驱虫的最佳时机 从他口中说出的忏悔 不幸的是 药剂只完成了一半 他们仍然需要 双脚瘦脚和布斯兰皮肤 以及他们唯一要去的地方 是从斯内普的私人商店购买的 哈利私下里 觉得他宁愿 面对斯莱特林的传奇怪物 而不是让斯内普抓住他抢劫他的 办公室 我们需要什么 星期四下午的双休日 赫敏轻快地说 魔药科越来越近了 是一种消遣 然后我们中的一个人就可以偷偷溜走 到斯内普的办公室拿走我们需要的东西 哈利和罗恩紧张地看着他 我想我最好亲自去偷 赫敏继续说道 就是论事的语气 你们两的再犯的话就会被开除 麻烦了 而且我有干净的记录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引起足够的 混乱让斯内普忙了五分钟左右 哈利无力地笑了笑 故意在斯内普的魔药中制造混乱 上课就像戳一条沉睡的龙的眼睛一样安全 魔药课在其中一个大型地牢中进行 周四 下午的课程照常进行 二十口鼎立着 木桌之间冒着热气 上面放着黄铜秤和罐子 成分 斯内普在烟雾中徘徊 发表尖刻的言论 谈论格兰芬多的工作 而斯莱特林则赞赏的窃校 斯内普最喜欢的学生 德拉科、马尔弗一直在谈河豚 眼睛看着罗恩和哈利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进行报复 他们就会得到 拘留的速度比你说不公平还要快 哈利的肿胀容业太细了 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更重要的事情 他在等待赫敏的信号 然后他 当斯内普停下来 嘲笑他的水状药剂时 他几乎没有听 当斯内普 转身走开去欺负奈威 赫敏引起了哈利的注意 点点头 哈利迅速躲到他的干锅后面 拉出弗雷德的一个 从口袋里掏出阻挠烟花 然后用他的手 快速戳了一下他 棍棒 烟花开始嘶嘶作响 劈啪作响 知道他只有 几秒钟后哈利直起身来 瞄准 然后将球抛向空中 他 正好落在高尔大锅里的目标上 高尔的药剂爆炸了 全班同学都被淋湿了 人们尖叫着 肿胀容业 见到了他们身上 马尔弗被打脸了 他的 鼻子开始像气球一样肿胀 高尔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 双手举起 他的眼睛已经扩大到餐盘大小 斯内普 试图恢复平静 并查明发生了什么事 通过 混乱中 哈利看到赫敏 悄悄溜进斯内普的办公室 安静 安静 斯内普咆哮道 任何被见到的人来这里喝泄气药 当我查出是谁干的 当哈利看着马尔弗快步向前走去时 他努力忍住不笑 他的头 鼻子的重量像个小瓜一样搭拉着 作为班级的一半 笨重地走到斯内普的办公桌前 有些人手臂像棍棒一样沉重 其他人无法通过肿胀的大嘴唇说话 哈利看到了赫敏 他划回地牢 长袍的前部鼓起 当大家喝下解药后 各种肿胀 平静下来后 斯内普快步走到高尔的干锅前 咬出了 烟花扭曲的黑色残骸 突然一片寂静 如果我查出是谁扔的 斯内普低声说 我会确保 那个人就被开除了 哈利把他的脸摆成 他希望是困惑的表情 斯内普正看着他 十分钟后 铃声响起 非常受欢迎 他知道是我 哈利在罗恩和赫敏匆忙赶路时告诉他们 回到哭泣的桃金娘的浴室 我可以说 赫敏将新原料放入锅中并开始搅拌 狂热的 两周后就可以了 他高兴地说 斯内普无法证明那是你 罗恩向哈利保证道 什么 他能做到吗 了解 斯内普 这是一种肮脏的东西 当魔药起泡并散开时 哈利说道 起泡了 一周后 哈利 罗恩和赫敏 走过入口 当他们看到 一小群人聚集在通知周围时 板子上 读着一张刚刚订好的羊皮纸 谢莫斯 芬尼根和迪安 托马斯招呼他们过去 看上去很兴奋 他们要成立决斗俱乐部了 西莫说 今晚第一次见面 我不介意决斗客 他们可能会派上用场其中之一 天 什么 你认为斯莱特林的怪物可以决斗 罗恩说 但他也 阅读标志W D挨个兴趣 可能会有用 当哈利和赫敏走进去时 他对他们说道 晚餐 我们走吧 哈利和赫敏都赞成 所以那天晚上八点他们 急忙回到大殿 长长的餐桌消失了 沿着一面墙 出现了金色的舞台 被数千只蜡烛照亮 漂浮在头顶上 天花板再次变成天鹅绒般的黑色 大部分 学校似乎挤在他下面 所有人都拿着魔罩 看起来很兴奋 我想知道 谁来教我们 当他们慢慢走进去时 赫敏说道 叽叽喳喳的人群 有人告诉我 福利维士 决斗冠军 当他年轻的时候 也许就是他 只要不是 哈利开口说道 但最后却以一声呻吟结束 吉德罗 洛哈特穿着身子红色长袍 走上舞台 陪同的不是别人 正是斯内普 穿着他惯用的黑色衣服 洛哈特挥动手臂 示意大家安静 并喊道 集合起来 集合起来 圆形的 圆形的 大家都能看到我吗 你们都能听到我说话吗 出色的 现在 邓布利多教授 允许我开始这个 小决斗俱乐部 训练你们所有人 以防万一 你们需要防守 你们自己 就像我自己 在无数场合所做的那样 为了充分 详情请看我发表的作品 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助手 斯内普教授 洛哈特说道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告诉我 他对决斗略知一二 他本人还风趣地同意 帮我做一个简短的演示 在我们开始之前 现在 我不想 让你们年轻人担心 当我和你的魔药老师在一起时 你仍然会拥有它 永远不会 害怕 如果他们能解决掉对方 那不是很好吗 罗恩小声说道 哈利的耳朵 斯内普的上唇卷起 哈利想知道 为什么洛哈特还在 微笑 如果斯内普那样看着他 他早就跑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 朝相反的方向前进 洛哈特和斯内普 转身面对面 鞠了一躬 至少 洛哈特做了 双手不停地转动 而斯内普则猛地挥动他的手 头烦躁 然后他们将魔杖像剑一样举在面前 如你所见 我们正以公认的战斗方式握着魔杖 位置 洛哈特对沉默的人群说道 数到三后 我们将 施展我们的第一个咒语 当然 我们都不会以杀人为目标 我不会打赌 哈利低声说道 看着斯内普露出他的 牙齿 一二三 两人都将魔杖举过头顶 指向他们 他们的对手 斯内普喊道 除你武器 出现了一道耀眼的闪光 星红之光袭来 洛哈特被炸飞 他向后飞去 从舞台上摔下来 撞到墙上 然后从墙上滑下来 趴在地上 地面 马尔弗和其他一些斯莱特林欢呼起来 赫敏是 点起脚尖跳舞 你觉得他还好吗 他尖叫着 穿过他的身体 手指 谁在乎 哈利和罗恩一起说道 洛哈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他的帽子掉下来了 他的卷发都竖起来了 嗯 给你了 他一边说 一边摇摇晃晃地回到站台上 那是脚蟹皱 如你所见 我失去了魔杖 啊 谢谢你 布朗小姐 是的 向他们展示 这是一个好主意 斯内普教授 但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这很明显 你要做什么 如果我想阻止你 那就是 太简单了 然而 我觉得 让他们看看 会很有启发 斯内普看上去充满杀气 洛哈特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因为 他说 示威够了 我现在要到你们中间去 把你们全部分成两两 斯内普教授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 他们穿过人群 匹配伙伴 洛克哈特联手 纳威和贾斯汀 芬奇 弗莱切利在一起 但斯内普联系了哈利和罗恩 第一的 我想是时候解散梦之队了 他冷笑道 唯斯莱 你 可以和芬尼根搭档 波特 哈利不由自主地走向赫敏 我不这么认为 斯内普冷冷地微笑着说道 先生 马尔福 过来吧 这里 让我们看看 你对著名的波特 有什么看法 还有你 小姐 格兰杰 你可以和 布尔斯特罗德小姐搭档 马尔福大步走了过来 得意地笑着 他身后走着一个斯莱特林女孩 让哈利想起了他在与女巫的假期中看到的一张照片 他 又大又方 厚重的下巴咄咄逼人地突出 赫敏给了他 他没有回应他微弱的微笑 面对你的伙伴 回到站台上给洛哈特打电话 和 公 哈利和马尔福几乎没有低下头 眼睛也没有离开过 彼此 魔杖准备好了 洛哈特喊道 当我数到三十 施放 你的魅力 是解除你的对手的武装 只是为了解除他们的武装 我们 不想发生任何意外 一 二 三 哈利高高地挥舞着魔杖 但马尔福已经开始说 二了 他的咒语 对哈利的打击如此之大 他感觉自己 好像被击中了头部 用平底锅 他绊倒了 但一切似乎仍然正常 哈利不再浪费时间 用魔杖直指马尔福 喊道 Rictor Samper A 一道荧光射中马尔福的腹部 他弯下腰 喘息 我说的是 只解除武装 洛哈特在众人头顶上 惊恐地大喊 马尔福跪倒在地 与人群交战 哈利用一拳打了他 痒痒咒 他笑得几乎动弹不得 哈利退缩了 隐约感觉在马尔福还在的时候 迷惑他是不礼貌的 是在地板上 但这是一个错误 马尔福气喘吁吁 他用魔杖指着哈利的膝盖 哽咽地说塔兰塔莱格拉 和下一个 下一秒 哈利的双腿开始失去控制的抽搐起来 快步 停止 停止 洛哈特尖叫道 但斯内普接手了 有限咒语 他喊道 哈利的脚不再跳舞了 马尔福 笑声停止了 他们能够抬起头来 现场上空弥漫着绿色的烟雾 内维尔两人 贾斯汀躺在地板上 气喘吁吁 罗恩举起面色铁青的膝墨 为他折断的魔杖所做的一切道歉 但 赫敏和米利森特 布尔斯特罗德 仍在移动 米利森特有 赫敏的头被锁住 赫敏痛苦地呜咽着 他们俩 魔杖被遗忘在地板上 哈利向前一跃 拉了米利森特 离开 这很困难 他比他大得多 亲爱的 亲爱的 洛哈特说着 快步穿过人群 看着 决斗的后果 你上去吧 麦克米伦 小心一点 小姐 福塞特 用力捏一下 一会就止血了 布特 我想我最好教你如何阻挡 不友善的咒语 洛哈特慌乱地站在大厅中央 他看了一眼 斯内普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 迅速一开视线 让我们来一场 志愿者对龙巴顿和芬奇弗莱奇利 你呢 这是个坏主意 洛哈特教授 斯内普说道 像一只巨大的飞机一样划过 和恶毒的蝙蝠 龙巴顿用最简单的方式造成了破坏 咒语 我们会将芬奇弗莱奇利的残骸送往医院 火柴河里的翅膀 那微粉红色的圆脸变得更粉红了 怎么样 马尔弗和波特 斯内普带着扭曲的微笑说道 好主意 洛哈特说道 示意哈利和马尔弗进入房间 人群退到大厅中央 给他们让出空间 现在 哈利 洛哈特说 当德拉科用魔杖指着你时 你 做这个 他举起自己的魔杖 尝试进行一种复杂的摆动 行动 然后放弃了他 当洛哈特迅速捡起他时 斯内普傻笑起来 说 哎呀 我的魔杖有点过度兴奋了 斯内普靠近马尔弗 弯下腰 低声说了些什么 他的耳朵 马尔弗也傻笑起来 哈利紧张地抬头看着洛哈特 说 教授 你能再给我看一下那个挡住的东西吗 害怕的 马尔弗低声说道 这样洛哈特就听不见他的声音 你愿意 哈利从嘴角说道 洛哈特愉快地拍拍哈利的肩膀 只要做我做过的事 哈利 什么 放下我的魔杖 但洛哈特没有在听 三 二 一 走 他喊道 马尔弗迅速举起魔杖 吼道 巨蛇 他的魔杖末端爆炸了 哈利惊愕地看着一条长长的黑色 蛇从里面射了出来 重重地摔到了他们之间的地板上 然后举了起来 本身 已准备好出击 人群迅速后退 尖叫声不断 走开 清理地板 别动 波特 斯内普兰洋洋地说 显然很享受这样的景象 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 与愤怒的蛇四目相对 我会摆脱 他 让我来吧 洛哈特喊道 他向蛇挥舞魔杖 一声巨响 蛇并没有消失 而是飞进十英尺深的地方 空气中 重重地摔回地板上 愤怒 思思 他猛烈地静止滑向贾斯汀 分齐 扶来其力并举起 他再次出现 露出獠牙 准备攻击 哈利不确定是什么让他这么做 他甚至不知道 决定去做 他只知道 他的双腿正拖着他向前走 就好像他坐在脚轮上 他对蛇愚蠢地大喊 留下他一个人 奇迹般的 令人费姐弟 蛇 倒在地板上 像一根粗大的黑色花园 软管一样温顺 他的眼睛现在 哈利 哈利感觉恐惧从他身上消失了 他知道蛇不会 现在攻击任何人 尽管他无法解释 他是如何知道的 他抬头看着贾斯汀 咧嘴一笑 期待看到贾斯汀看着他 松了一口气 或困惑 甚至感激 但肯定不是生气和 害怕的 你觉得你在玩什么 他喊道 在哈利面前 贾斯汀还能说什么 转身冲出了大厅 斯内普向前一步 挥动魔杖 蛇就消失在了水中 一小股黑烟 斯内普也用眼神看着哈利 出人意料的方式 那是一种精明而算计的表情 而哈利却没有 喜欢他 他还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周围传来不祥的低语声 墙壁 然后他感觉到有人在拉他的袍子背面 来吧 罗恩的声音在他耳边说道 动起来 来吧 罗恩领着他出了大厅 贺敏跟在他们身边快步走着 座围 TH 他们进了门 两边的人都纷纷退开 尽管他们害怕抓住什么东西 哈利没有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罗恩和贺敏都没有解释任何事情 直到他们把他一路拖到空荡荡的格兰芬多 普通房 然后罗恩把哈利推到扶手椅上说道 你 蛇老枪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是什么 哈利说 蛇老枪 罗恩说 你可以和蛇说话 我知道 哈利说 我的意思是 这只是我第二次这样做 他 有一次我在动物园 不小心把一条大蟒蛇 放在了我表弟达德利身上 长话短说 但他告诉我他从未见过巴西 而我有点 无意中将其释放 那是在我知道自己是巫师之前 一条蟒蛇告诉你他从未见过巴西 罗恩重负道 淡淡的 所以 哈利说 我敢打赌 这里很多人都能做到 哦 不 他们不能 罗恩说 这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礼物 哈利 这个 不好 有什么不好吗 哈利说 他开始感到非常生气 怎么了 与大家 听着 如果我没有告诉那条蛇 不要攻击贾斯汀 哦 这就是你说的 你什么意思 你在那里 你听到了我 我听到你说蛇老枪 罗恩说 蛇语 你 本来可以说什么 难怪贾斯汀会惊慌失措 你 听起来就像你在怂恿蛇什么的 这很令人毛骨悚然 你知道 哈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但是 我没有意识到 我该如何说话 一种语言而不知道我会说它 罗恩摇摇头 他和赫敏 看上去都好像 有人死了 哈利看不出 有什么可怕的 你想告诉我 阻止一条大蛇 有什么问题吗 咬掉贾斯汀的头 他说 我怎么做有什么关系 只要 因为贾斯汀 不必参加无头狩猎 这很重要 赫敏最后压低声音说道 因为萨拉查 斯莱特林 就是能够与蛇交谈 以 注明 这就是为什么 斯莱特林学院的标准 是一条蛇 哈利张大了嘴 完全正确 罗恩说 现在整个学校都会认为你 他的 增增增增增孙 什么的 但我不是 哈利说 他感到一阵 他无法解释的惊慌 你会发现 这很难证明 赫敏说 他住在大约 千年前 据我们所知 你可能是 那天晚上 哈利睡了几个小时 透过周围窗帘的缝隙 他看着他的四海报 雪花开始飘过塔窗 并想知道 他会是萨拉查 斯莱特林的后裔吗 他什么都不知道 毕竟 关于他父亲的家庭 德斯里一家一直禁止 关于他的巫师亲戚的问题 哈利小声地试图用蛇老枪说些什么 的话 不会来 看来 他必须与蛇面对面 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我在格兰芬多 哈利想 芬苑茂不会吧 如果我有斯莱特林血统 我就在这里 啊 他脑子里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小声音说 但芬苑茂想要 把你分进斯莱特林 你不记得了吗 哈利翻了个身 第二天 他会在草药学中见到贾斯汀 他会 解释说他是在教舍走开 而不是怂恿他 这他 垂着枕头 愤怒地想 任何傻瓜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 到了第二天早上 夜间开始的雪已经停了下来 变成了一场如此厚重的暴风雪 以至于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草药课 被取消 斯普劳特教授想要在上面穿上袜子和围巾 曼德拉草 这是一项棘手的手术 他不会委托给其他人 既然他 对于曼德拉草的快速生长和复活夫人来说是如此重要 诺里斯和柯林 克里维 哈利在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火旁为此烦恼 罗恩和赫敏利用休息时间玩巫师游戏 其 看在老天的份上 哈利 赫敏愤怒地说 他是罗恩的一员 主教们将他的骑士从马上摔下来 并将他从棋盘上拖下来 如果这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就去找贾斯汀吧 于是 哈利起身从肖像洞离开 想知道去哪里 贾斯汀可能是 由于白天的原因 城堡比平常更暗 每扇窗户上都覆盖着厚厚的旋转的灰色血 哈利颤抖着走过 正在上课的教室捕捉一些片段 发声在里面 麦格教授对某人大喊大叫 从声音来看 他把他的朋友变成了一支欢 抵制 哈利很想看一看 他走过去 心想 贾斯汀可能是 利用空闲时间赶一些工作 并决定检查一下 图书馆第一 一群本应在草药学系学习的贺奇帕奇学生确备 确实坐在图书馆的后面 但他们似乎并不在 在直的 在一排排高高的书架之间 哈利可以看到 他们的头靠得很近 他们正在吃东西 看起来就像是 引人入胜的谈话 他看不出来 易甲斯汀是否在其中 当他正朝他们走去时 他们正在说些什么 凑到他的耳朵边 他停下来听 隐藏在隐身部分 所以无论如何 一个粗壮的男孩说道 我告诉贾斯汀 躲在我们的房子里 宿舍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波特 把他标记为下一个受害者 他最好低调一段时间 当然 贾斯汀 自从他向波特泄露了信息以来 他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麻瓜出身的 贾斯汀实际上告诉他 他已经去伊顿工学了 那是 不是那种 你与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逍遥法外的事情 他 那么 你肯定认为是波特吧 恶妮 一个金发女郎说 焦急地扎着辫子 汉娜 粗壮的男孩严肃地说 他是蛇老腔 每个人 知道那是黑巫师的标志 你听说过一个体面的人吗 能和蛇说话的人吗 他们称斯莱特林自己为蛇蛇 听到这里 有人低声议论 厄妮继续说 还记得墙上写的什么吗 继承人的敌人 要小心 波特与费尔奇发生了某种冲突 接下来我们知道 费尔奇的猫 攻击 第一年 克里维在奎地奇比赛中惹恼了波特 当他躺在泥巴里时 给他拍照 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知道 克里维遭到了袭击 不过 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友善 汉娜不确定地说 而且 嗯 他是让神秘人消失的人 他不可能全是坏人 可以 他 恶妮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贺奇怕其门弯下身子靠近 哈利凑近了一些 以便能听到恶妮的话 没有人知道 他是如何从神秘人的袭击中 幸存下来的 我是说 可以说 事情发生时 他还只是个婴儿 他应该被炸 变成碎片 只有真正强大的黑巫师 才能幸存 那样的诅咒 他压低了声音 直到声音紧紧笔 低声说道 这可能就是神秘人想要杀掉他的原因 他首先 不想再有另一个黑魔王与他竞争 我想知道波特还隐藏着哪些其他力量 哈利再也受不了了 清了清嗓子 他走了出去 从书架后面 如果他没有感到如此愤怒 他就会 发现迎接他的景象很有趣 贺奇怕奇的每个人 看起来他们好像被他的景象吓呆了 而且颜色 厄尼的脸上的表情正在消失 你好 哈利说 我在找贾斯汀 芬奇 弗莱切里 贺奇怕奇对最担心的事情 显然已经得到证实 他们都 恐惧地看着厄尼 你想和他做什么 厄尼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想告诉他那条蛇到底发生了什么 决斗俱乐部 哈利说 厄尼咬着苍白的嘴唇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们 都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发生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发现 在我跟他说话之后 那条蛇就退缩了 说 哈利 我所看到的一切 厄尼固执地说 尽管他说话时浑身发抖 你是在说蛇老腔 并且追着蛇朝贾斯汀跑去吗 我没有追他 哈利说道 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他 根本就没有碰他 这是一次非常惊险的失误 厄尼说 如果你得到 想法 他急忙补充道 我可能会告诉你 你可以追踪我的家人 追溯到九代女巫和树士 我的血液就像 和任何人一样纯洁 所以 我不在乎你流的是哪种血 哈利恶狠狠地说 为什么 我想攻击麻瓜出身者吗 我听说 你讨厌和你住在一起的那些麻瓜 厄尼迅速说道 与德斯里一家住在一起 而不恨他们是不可能的 说 哈利 我希望看到你尝试一下 他转身冲出了图书馆 为自己赢得了 正在擦巾盖的平思夫人 责备地瞪了他一眼 一本大咒语书 哈利跌跌撞撞地走上走廊 几乎没有注意到自己要去哪里 他 非常愤怒 结果他走进了一个很大的东西 很坚固 把他向后撞倒在地板上 哦 你好 海格 哈利抬起头说道 海格的脸完全被雪覆盖的羊毛巴拉克拉法帽遮住了 但不可能是其他人 因为他占据了大部分走廊 他的眼鼠皮大衣 他的一个房间里挂着一只死公鸡 戴着手套的巨大双手 好吧 哈利 他一边说 一边拉起巴拉克拉法帽 这样他就可以说话了 你怎么没上课 取消了 哈利站起来说道 你在这儿做什么 海格举起那只瘫软的公鸡 第二个杀死了这个词 他解释道 要么是狐狸 要么是 吸血熊怪 我需要校长的许可 才能放一个 鸡舍周围充满魅力 他从厚厚的 布满雪花的衣服下面 更仔细地凝视着哈利 眉毛 你确定你没问题吗 你看起来很热 而且很烦恼 哈利无法让自己 重复厄尼和其他人的话 赫奇帕奇一直在谈论他 没什么 他说 我最好走了 海格 是特拉 便行 接下来 我得去拿我的书了 他走开了 脑子里 仍然充满了厄尼 对他说的话 贾斯听自从他 布满波特说 他是麻瓜出身 哈利跺着脚走上楼梯 转身沿着另一条走廊 特别黑 火把被一股强烈的冰冷的力量熄灭了 风从松动的窗玻璃吹进来 他以半途而废 当他被地板上的东西半倒时 他在过道上 他转过身 眯着眼睛 看着自己摔倒的地方 感觉自己好像 胃已经溶解了 贾斯听 芬奇 弗莱切丽 躺在地板上 僵硬而冰冷 一副 他的脸上凝固了震惊 双眼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然后 还不是全部 他旁边是另一个人影 这是哈利见过的最奇怪的景象 曾经见过 那是差点眉头的尼克 不再是珍珠白透明的 但黑色且冒烟 一动不动的水平漂浮 距水面六英寸 地面 他的头被砍掉了一半 脸上带着震惊的表情 与贾斯听得相同 哈利站了起来 呼吸又快又浅 心脏剧烈跳动 有点像鼓声敲击着他的肋骨 他疯狂地上下打量着 空无一人的走廊 看到一排蜘蛛 以最快的速度奔跑 远离尸体 唯一的声音是低沉的声音 两边班级的老师 他可以逃跑 没有人会知道他曾经去过那里 但是他 不能就让他们躺在这里 他必须寻求帮助 会 有人相信他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吗 当他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时 旁边的一扇门突然打开了 砰 恶作剧皮皮鬼开枪射击 哎呀 这是小波特 皮皮鬼咯咯笑着 敲打着哈利的眼镜 当他从他身边弹过时 他歪歪扭扭 波特在做什么 波特为何潜伏 皮皮鬼在空中翻筋斗中途停了下来 颠倒了 他 发现了贾斯汀和差点眉头的尼克 他以正确的方式向上翻转 充满了他的肺部 在哈利阻止他之前 他尖叫道 攻击 攻击 另一次攻击 凡人或鬼魂都不安全 为你的生命而奔跑 攻击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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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上一扇又一扇的门被打开 人们纷纷涌出 漫长的几分钟里 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如此混乱 以至于贾斯汀有被压扁的危险 人们 一直站在 差点无头的尼克中 哈利发现自己被钉住了 靠在墙上 老师们大声喊叫 要求安静 麦格教授 他跑过来 后面跟着他自己的班级 其中一个班级 还留着黑白条纹的头发 他用魔杖发出一声巨响 恢复了安静 并命令所有人 回到自己的班级 不早于 当贺奇派奇厄尼气喘吁吁的到来时 场景已经清理干净了 在现场 当场被捕 恶妮喊道 脸色惨白 指着自己的脸 夸张地指着哈利 那就行了 麦克米伦 麦格教授尖锐地说 皮皮鬼在头顶上晃来晃去 现在邪恶地笑着 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场景 皮皮鬼总是喜欢混乱 当老师们俯身向贾斯汀和 差点眉头的尼克检查着他们 皮维斯突然唱起歌来 哦 波特 你这个混蛋 哦 你做了什么 你在屠杀学生 你认为这很有趣 够了 皮皮鬼 麦格教授和皮皮鬼咆哮道 向后退去 对着哈利伸出舌头 贾斯汀被弗利维教授 抬到医院一楼 天文学系的辛尼斯特拉教授 但似乎没有人 知道要为差点无头的尼克做什么 最后 教授 耐格凭空便出了一把大扇子 送给了厄尼 并附有将差点无头的尼克 飘上楼梯的指示 这个厄尼 他这么做了 像一艘沉默的黑色气垫船一样 扇着尼克的风 这使得哈利和 耐格教授单独在一起 这边走 波特 他说 教授 哈利立刻说道 我发誓我没有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波特 麦格教授简短地说 他们默默地走过一个拐角 他在一个大广场前停了下来 还有极其丑陋的石像鬼 柠檬滴 他说 这显然是一个密码 因为 石像鬼突然活了过来 跳到了他身后的墙上 分成两半 即使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恐惧 哈利也不能不这么做 吃惊 墙后有一座旋转的楼梯 正在移动 平稳向上 就像自动扶梯一样 正如他和麦格教授 踏上他 哈利听到墙壁在他们身后重重的河上 他们升起 向上绕圈 越来越高 直到最后 有点头晕 哈利看到 前面有一扇闪闪发光的橡木门 门上有一个施旧形状的黄铜门环 他现在知道自己要被带到哪里了 这一定是在哪里 邓不利多还活着 好